湖南一男子在街上捡到一个老婆 本来生活过得很幸福 谁知五年后妻子却突然离开 离开时妻子还留下了一个神秘纸条 于是男子便拿着纸条 寻求警方的帮助 结果当警方看到纸条的内容后 却大失一惊 也正是因为这个神秘的纸条 解开了女人离奇的身世 这是丈夫才意识到 妻子不是一个普通人 那么这个纸条上到底写了什么 这个女人身上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李建龙是湖南诸州一工厂的工人 如今他已经40岁了 拥有幸福的生活 可是幸福的生活却在这天戛然而止了 这天刚好是发工资日 李建龙想回家和妻子一起分享喜悦 可是在他回家的时候 只见家里只有两个孩子 李建龙以为妻子在田地里干农货还没有回来 也为妻子一般天黑才回家 于是李建龙就这样等着 可是一直等到天黑 妻子都没有回来 心里不免有些担忧 于是他马上在村子附近寻找自己妻子的下落 而且无论打多少个电话 无论怎么寻找 都找不到妻子的一点消息 李建龙顿是慌了 他害怕自己的妻子被拐卖 但是想到只有两个女儿在家 他只能先回家了 回到家之后 就在他收拾床铺的时候 发现妻子枕头下放着一张奇怪的纸条 上面还写着未知的文字 陈建龙见妻子以前写过类似的文字 知道这肯定是妻子留给自己的信息 但他根本看不懂上面的内容 李建龙纳闷了起来 这会不会是妻子为自己留下的求救信号呢 于是李建龙选择了报警 他告诉警察自己的妻子叫罗燕仔 还把他将枕头下画着一堆符号的纸条递给了警察 警察看到字符后也猛了 从电脑上查询后 他们勉强知道这上面写的是越南话 李建龙听到这里有些疑惑 自己的妻子不是云南的吗 为什么会写越南字呢 湖南一男子在街上捡到一个老婆 本来生活过得很幸福 谁知五年后妻子却突然离开 离开时妻子还留下了一个神秘纸条 于是男子便拿着纸条 寻求警方的帮助 警察听了李建龙说的话 开始询问他妻子的来历 他告诉警察 罗燕仔是他在五年前捡的 在2011年的时候 刚从外面干完农活的李建龙 正在院子里吃饭 这时突然一个棚头垢面 衣着破旧的女人 站在他家门口想要喝点水 李建龙自己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从小父母去世和爷爷奶奶长大 所以在听到女人从小就开始流浪 心生怜悯 所以当这个女人说要喝水时 李建龙立马跑到屋里倒了一杯水 在女人喝水的空隙 李建龙又问女子要到哪里去 女子含糊不清地回答着 口音也不像是本地人 在他们经过半个小时的回答之后 李建龙才知道原来女子叫罗燕仔 是云男人十多岁就离开家了 到处流浪 早已寄不清家在哪里 李建龙看着他自己一个人无路可去 于是就对罗燕仔说 我给你在村里介绍一个工作吧 你住在我家 至少这样你不用再到处流浪 罗燕仔一听眼泪顿时流了下来 他之前总是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突然得到了陌生人的关怀 心里感动不已 就这样 走投无路的燕仔就在李建龙家里住了下来 刚开始两人还有些不好意思 后来两人天天在一起 也暗生情愫 不久之后 两人就结了婚 但因为罗燕仔现在没有身份程 他们只在家里办了酒席 并没有登记办理结婚手续 对于罗燕仔的身世 虽然李建龙一直感到疑惑 但是妻子没有任何解释 他也没再多问 现在回想起来 罗燕仔的身份确实有点可疑 他经常在本子上写一些看不懂的符号 李建龙也没有文化 认为妻子写的是英文 而且妻子在失踪的前几天 对他说县城里面来了几个他的老乡 他想和他们去见见面 李建龙想着罗燕仔在他乡 认识到了老乡 毕竟在人生不熟的地方 遇到自己的老乡 肯定会多说几句的 也没说什么 现在想起来 罗燕仔的离开应该和他的老乡有关 那么罗燕仔为何来中国呢 难不成他已经回越南了吗 那留下的纸条又是什么意思呢 湖南一男子在街上捡到一个老婆 本来生活过得很幸福 谁知五年后妻子却突然离开 离开时妻子还留下了一个神秘纸条 于是男子便拿着纸条 寻求警方的帮助 警方了解事情经过之后 开始和李建龙一起开始找 但找了一圈都没有答案 就在他们回去的路上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虽然没人说话 但是李建龙知道肯定是自己的妻子 于是开口询问他在哪 妻子只说了一个地址就挂了电话 于是李建龙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地点 两人见面后还没等李建龙开口 罗燕仔就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 罗燕仔本是越南人 可是在他十二岁时不慎被骗 随后就被人贩子拐卖到了中国 卖给了一个有智力障碍的罗姓男子 而罗燕仔这个中国名字也是罗家人给他取的 随后为了防止罗燕仔逃跑 罗家人就把罗燕仔关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整整三年 直到三年后 罗燕仔为他生下了一个男孩 他才重新获得了自由 在该男子放下警惕之后 他便找了个理由 离开了这个偏僻的村庄 刚跑出来几天就碰到了李建龙 罗燕仔看李建龙人不错 于是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没想到这几年间两人渐渐有了感情 本来罗燕仔也没想过回去 可是再一次偶然的工作中 遇到了自己的同乡人 这让他私家的情绪变得非常浓烈 于是他就萌生了要回家的想法 他害怕李建龙不让他离开 于是只留下了一个纸条就离开了 李建龙听说了妻子的事情 是非常支持他回家的 于是罗燕仔想问一下老乡是怎么回去的 可是他和罗燕仔不同 罗燕仔的老乡在被拐卖时 及时向警方求助了 后来还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 同乡告诉他回家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直接一走了之 回到越南和父母直接团聚 不再回来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第二个选择就是在和父母团聚之后回来 和李建龙继续过他安稳的日子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需要李建龙一起去越南 在和罗燕仔的父母商量好之后 再去当地的相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让罗燕仔在中国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在经过罗燕仔的考虑之后 决定选择第二个 但问题在于 妻子和孩子的身份问题 于是李建龙他们开始寻求记者的帮助 对于孩子的户口 只要他们做个亲缘关系的鉴定 证明他们的关系 就能让两个孩子先落户下来 可是罗燕仔的身份问题比较复杂 需要他们去和罗燕仔父母沟通 然后再找相关部门办理手续 罗燕仔才能在中国有一个合法身份问题 现在罗燕仔在越南的信息估计早就主销 要想顺利完成这一系列操作 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 好在最后 罗燕仔和孩子都解决了身份问题 李建龙也承诺帮助他回越南 在他一起去和我们的东西 你访问他在共同他 在互相对的地方 在一位里来的世界团队 感谢观看